这期继续分享兄弟俩104篇 趁热打铁 既然能有按照葛锦山的意思 可以和仲华挂上钩的机会 万有才当然不会错过 所以 万有才一路急迟 在当天便赶到了海洋县临山镇帮子玉村 说这里是山村一点不错 到现在了 去村里的路虽然硬化了 可是很窄 只要是有车辆过来 就得慢慢地会车 所以 路上基本都把时间耽误在会车上了 万有才下车时 已经看到陈尔淡站在他们家大门口了 万有才停好了车 从车上拿下来 自己在路上超市买的东西 大过年的 总不能空手来 还给陈尔淡的孩子准备了红包 这让陈尔淡很高兴 至少万有才是个懂事的人 我说 这大过年的 你不在家里好好过年 到处瞎跑什么呀 陈尔淡伸手和万有才握了握手 万有才和陈尔淡的老婆也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跟着陈尔淡去了客厅里 没办法呀 想你了 万有才酸酸地说道 你少来 从你我认识开始 我记得你只要是没事 从来是不找我的 只要是找我 那就是有事 陈尔淡说道 万有才笑笑 不和他争执时 直接问道 丁先生呢 他家在哪 他回老家过年 就是住我家 不过现在不在我家里 去村长家喝酒了 所以 晚上可能不回来了 这么晚了 山路不好走吧 你也不要走了 今晚住我家里 明天一早他回来 有啥事到时候再说 陈尔淡说道 万有才笑笑 说道 这 不合适吧 要不我去镇上的旅馆住吧 我来的时候 看到镇上有旅馆了 和我见外了是吧 让你住 你就在这里住下 陈尔淡说道 无奈 万有才晚上没有离开帮子御 陈尔淡还很热情 准备了不少下酒菜 和万有才一直喝到了十一点 万有才虽然酒量不小 可是也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陈尔淡伺候万有才睡了 坐在客厅里 这个时候 丁长生回来了 向他招招手 俩个人一起出了门 朝着大门口走去 一直到了门外 俩个人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 并排站着撒尿 他说什么了 丁长生问道 好像是想认识仲华 我听他的意思都是在打听你和仲华的关系 那不是想要认识仲华是什么 再说了 仲华不是刚刚去了江东吗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陈尔淡问道 丁长生看了看陈尔淡 说道 嗯 有这可能 你这脑子开窍了 分析得不错 不过他找仲华能有啥事 应该不是他自己找仲华吧 他一个小包工头 找仲华 仲华能理他 不自量力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这小子嘴很严 他想说的事 你不用问 他也会告诉你 不想说的事 你就是在问 他三两句也给你岔开了话题 陈尔淡说道 嗯 明天再说吧 我去睡了 丁长生说道 真美丽给你暖好铺了 陈尔淡小声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太老了 这几年怎么老这么快 完全没有以前那种味道了 还不如我自己暖呢 看着恶心呢 操 那是你胃口叼了 陈尔淡说道 因为是在别人家睡觉 万有才早早就起来了 在院子里的压井旁的水桶里 咬了一条水洗了洗脸 刚刚洗完 看到丁长生进门了 丁先生 您这是 我昨晚喝多了 没能过来和你谈 洗刷完了 走 出去走走 上山逛逛 丁长生说道 万有才回屋穿了衣服 跟在丁长生的身后 出了院子里 拐弯向山里走去 还是山里空气好 万有才说道 没错 所以 我过段时间 就来山里住上一段时间 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 对了 你找我啥事 丁长生问道 万有才本来直接想说仲华的事 但是考虑到直接说的话 太直接了 所以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成功的问题 丁先生 我知道你和成功曾经是朋友 我想知道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怎么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万有才问道 丁长生准备好了关于仲华的说辞 但是万有才说到的却是成功 这倒是让他很意外 成功 你有他的消息了 丁长生问道 哎 别提了 我在前几天接到了他的电话 要我去加拿大和他见面 我不想去 可是我的女朋友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还给我发了我女朋友 去超市买东西的照片 我很担心 所以 不得不去见见他 看看他想怎么样 万有才无奈地说道 哦 还有这事 丁长生疑惑道 万有才拿出来手机 将成功发给自己的照片 以及电话录音 都放给了丁长生听 丁长生听了沉默不语 过了好一会 才说道 成功的为人就是这样的 不择手段 我在国外也认识几个人 你的意思是 需要我帮你吗 暂时不用 我还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只是请丁先生暂时保密 我不想让官家 知道我去见他这事 否则的话 又是不少的麻烦 万有才说道 你说的是刘震东吧 你放心 我不告诉他 人命关天的事 我懂 况且来说 就算是他知道了 跟着你去了国外 也无济于事 那里毕竟是国外 不是我们可以执法抓人的地方 丁长生说道 是啊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 刘局在给我加码 我可是完不成他的任务 万有才苦笑道 不过 话说回来了 他找你 会有什么事呢 报复你 丁长生问道 这我不清楚 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 对了 前几天 左建东 给他妹妹佐茶余 打过电话 说自己正在面临追杀 从那之后 就再无消息了 我也怀疑 就是成功找人干的 要真是这样的话 我去加拿大 还真是危险重重啊 万有才说道 又不能不去 对 不能不去 我总不能把我自己惹的事不管不问 连累到我的女朋友吧 万有才说道 那 需要不需要我给成功打个电话 提醒他一句 别什么事都做绝了 丁长生问道 万有才摇摇头 说道 暂时不用了 我想 我慢慢应付吧 如果到时候 真的是应付不来了 我会向丁先生求救的 嗯 也好 我知道这事了 我会找人留心一下成功的动静 到时候会通知你 谢谢丁先生 这大过年的来找您 其实还有一件事 不知道丁先生能不能帮我一下 签个线什么的 万有才说道 你说吧 什么事 不要客气 咱们还是合作做生意呢 你这么客气干嘛 丁长生心想 这才是你今天要说的重点吧 有件事 我想拜见江都市委书记仲华 没想到打听了一圈 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人和他认识 这样贸然去 肯定效果不好 后来听人说 丁先生和仲华书记渊源很深 所以 才过来麻烦丁先生了 万有才说道 丁长生笑笑 没有立即说话 而是向前走了几步 万有才也跟了上去 仲华这个人可不好交往 虽然我不知道你找他是什么事 我只是个建议 他刚刚到了江都市担任市委书记 肯定是需要一批项目来为自己撑门面的 我呢 就在江都拿了一块地 准备建设江都最大的CBD项目 这也是在他刚刚去了没多久拿下的项目 在这之前 我还在犹豫 但是他去了 我就得高出了原来10%的价格 拿下了那块地 没办法 都是人情 所以 我的建议是 你要是想求他办一件小事 那就不用找他了 再找找其他人 送点东西 这事也就办了 天下没有不通的路 也不会有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多找几个人 拐拐弯 总能搭上关系 你说呢 丁长生笑着问 万有才到 万有才点点头 没说话 丁长生继续说道 如果你要是想要和他长期保持一种什么关系 我的建议是你去江都搞个项目 最好是有些影响力的项目 到时候他自然和你接触就多了 接触多了 关系不就有了吗 所以 这就要看你是想要那种一锤子买卖的关系 还是想保持长久的关系 这就看你的需要了 如果是长久的关系 我可以为你牵线搭桥 如果是一锤子买卖的关系 我就不去讨扰他了 你觉得呢 不是我不帮你 是这关系 确实也不适合做短期的投资 丁长生 面对万有才 说道 万有才点点头 说道 我明白了 我回去好好想想 想明白了 我再来找丁先生 丁长生点点头 说道 不是我为难你 我知道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所以 有些事 你还得好好前后认真的考虑一下 无论是生意厂商 还是官场上 人情关系太难还了 当然了 这人情也不好欠 关系不到 人家连让你欠人情的机会都没有 万有才点点头 说道 丁先生 我这次没有白来 和你聊的这些话 会让我受用终生 丁长生摆摆手 说道 过奖了 其实咱俩差不多 我听说你也是高中毕业 我也是 只不过我早出来了几年 而你呢 这些年都在盖楼 对吧 人生际遇 都在机缘巧合罢了 不同的是 我一开始走的就是官场 而你 是商场 我怎么能和丁先生比 万有才客气地说道 怎么不能比 其实我和你相比 还不如你呢 至少你还有个老爹 回去叫一声 还能有人应 我就不同了 你看 那就是我爹娘的坟 我只要是在村里住着 每天我都会来看看他们 细细一想 我这一年到头都在外面 又有几天能来陪他们呢 丁长生走过去 蹲在地上 摘掉了几根 刚刚想要发芽的野草 这话万有才不好接 只能是 站在三步之外看着 刚刚他还在纳闷 怎么走着走着 两个人到了这坟头前了 原来这是丁长生父母的坟 不用说 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于是就站在那里 不知道怎么劝了 万有才发现了一件事 丁长生聊天时常聊着聊着 就把天聊死了 没法接下去继续聊了 过了一会 丁长生拍了拍手上的泥土 回到了万有才的身边 既然是没话说 那就做事吧 万有才做事 向来也是随心所欲 没有多少目的 既然是赶上了 对吧 那就磕几个头 于是 就在丁长生刚刚退回来 想要和万有才 继续说下去的时候 万有才向前几步 走到坟头前 在丁长生惊讶的目光中 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这里是山地 地上很硬 虽然很疼 但是万有才没有皱眉 没有任何反应 咬着牙磕完了四个头 然后起身 此时丁长生已经到了他的身后 我对我妈没有多少印象 很模糊 我爹说 我妈生了我弟弟就死了 所以 在我的印象里 我家里只有爹 没有妈 丁先生 你比我幸运 至少他们的印象你都记得 你也过了十几年父母双全的日子 万有才说道 丁长生听了 点点头 说道 这倒是 从来没人这样告诉我 你这么说 想想也是这个道理 算了 咱们俩这是来比惨的吗 说完 丁长生居然弯腰 替万有才拍打了一下他的膝盖 因为那里刚刚磕头弄脏了 我自己来 自己来 万有才急忙自己拍打了一下 仲华的是 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在省里也认识不少其他的领导 如果你就是单纯 想解决一件事 我只要是能做到 一定会帮你 还是那句话 你想怎么做 我知道 你现在做生意刚刚上到 在白山还可以 在省里吗 关系上还欠缺 既然是这样 就要做长远打算 你说呢 丁长生语重心长地说道 还是那句话 丁先生的话 我受益良多 一定会好好考虑 丁先生 你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做 也不要客气 你帮我太多了 我一直还没机会回报呢 万有才说道 万有才从丁长生这里 不能说是无功而返 至少也探到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 要想和众华结交的身 恐怕单靠嘴去说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还得来点实际的东西 丁长生家大业大 有的是钱 可以一出手就搞个CBD 但是万有才那点钱 拿到人家那里 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拿什么项目 去博得人家的注意 想来想去 万有才觉得 项目的是不靠谱 在回去的路上 万有才一直都在想 怎么向格锦山汇报这件事 万有才手里没项目 没有钱 但是不代表格锦山手里没有 既然他和郎庆海的关系那么好 现在还没翻脸呢 说服郎庆海 投资到江都几个项目 那么其中一个项目 按在万有才的头上投过去 也是好的吗 万有才正在想着 怎么把这事汇报给格锦山呢 电话响了 万有才扫了一眼 发现是游文坤打来的 他现在很害怕接游文坤的电话 因为爱华高科的股份转让问题 他一直都在躲着游文坤 但是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这件事还是要解决的 喂 游老师 有事您说话 有什么吩咐吗 万有才高声说道 你在哪呢 打个电话 还用这么大声 游文坤听到万有才的声音 不自觉地把手机 拿开了自己的耳朵 哦 我在开车呢 您说吧 我听着呢 万有才说道 哦 那你先开车吧 我只是问问你 爱华高科的事 你怎么想的 你抽个时间给我回话 就这样吧 小心开车 游文坤说道 好 我回到白山给你回话 再见 万有才说道 果然是这事 万有才的脑袋有点大 但是这事必须要有个交代 自己惹不起思嘉仪 也不想和游文坤翻脸 毕竟以后还有不少地方需要游文坤呢 再说了 游文坤对自己也不错 所以 怎么可能因为这是翻脸呢 于是 再回到白山后 万有才哪里都没来得及去 直接就去了医院找思嘉仪了 看着万有才抱着一束花走进来 思嘉仪笑笑 说道 谢谢万总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哎 为了拉动内需 我们这些有钱人能尽一点力就尽一点力 又没有几个钱 卖花的却可能从这一束花里赚了一顿饭钱 你说呢 万有才悲天悯人地说道 哎哟 看不出来啊 你这是怎么了 说话好像是有馋味了 思嘉仪白了他一眼 说道 万有才看看屋里 问道 怎么就你一个人 没人在这里陪你吗 爱丽亚呢 她去忙公司的事了 还能时时刻刻守着我 我妈待会过来 你有什么事 说吧 思嘉仪说道 嗯 这是吧 说起来还真是有些难为情 我说了你不要生气 万有才说道 你知道我会生气 我在医院里养病 你还来气我 万有才 你安的是什么心 还没等万有才说呢 思嘉仪就开始训斥他了 你看你 我还没说呢 你说你生什么气 万有才说道 说吧 啥事 思嘉仪不悦地说道 这是吧 我这不是来找你商量的吗 你认识一个叫游文坤的人吗 万有才问道 知道 一个资本前客 他说过 要给爱华高科投资 我们调查过这家公司 发现这家公司的资本 有外资背景 所以拒绝了 是我拒绝的 你也不用去找爱丽亚商量了 因为这个技术 我不想让任何的外资染指 因为多少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一旦外资染指 不是被迫中断 就是最后夭折 尤其是关系到未来能源的项目 他们更是不安好心 思嘉仪说道 万有才一愣 说道 你说的这有些绝对了吧 绝不绝对 不是你我说了算 你要是有心查查这事 可以上网搜一下这方面的报道 绝对是真有其事 所以 我和爱丽亚商定 这个项目 即便是研究得慢一点 也不能用外资参与 所以 我们宁肯借你的高利贷 也不会让外资插手 思嘉仪说道 万有才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看到万有才为难的样子 思嘉仪问道 那个游文坤和你说什么了 他当时说到这个项目 也知道我参股了 所以 你们内部不是铁板一块 很可能有他的商业间谍 连我的股份额度都很清楚 他想要从我手里买走这些股份 我说你们有优先受让权 但是他吃定了你们没钱了 所以才说 这笔投资 他一定能买到 只要是我肯卖 万有才说道 你答应了 思嘉仪柳梅倒数 怒道 我还没答应 这不是来找你商议的吗 我和他的关系也不错 帮了我不少 所以 咱们想个万全的办法 既不要让我得罪他 也不要这股份 从我手里卖出去 这样大家都好看吗 万有才说道 你是怎么想的 既然来找我 你心里有主意了吧 思嘉仪看着万有才 问道 万有才点点头 说道 我的意思是 你最好是召开一个公司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 我想 如果这些人里有游文坤的人 那么这个人一定级别不低 至少是知道公司股份的分配问题的 对吧 你可以对他们讲 只要是我敢把股份转让给公司之外的其他人 就一定会对我进行报复 尤其是会利用你父亲的关系 把我赶出白山 这样一来 我的大部分生意都在白山呢 所以 我就不得不继续投资爱华高科 目前我想到的 也就是这个不太好的主意了 你要是有什么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也可以按照你的来 你说的这倒是个办法 我再想想吧 万有才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把爱华高科的股份卖给游文坤 我会让你去坐牢的 思佳仪恶狠狠地盯着万有才 说道 你放心 我怎么可能呢 不过 有件事 我倒是有个主意 万有才说道 啥事 说 思佳仪不耐烦地说道 白山毕竟是小地方 干嘛不去省城发展 把爱华高科迁到省城 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万有才说道 要是以前 还有可能 现在不可能了 在这里 投资这么大 而且 这里的土地 我是给爱华高科免费使用十年的 在省城 可能吗 思佳仪问道 万有才点点头 说道 也是啊 再说了 你父亲是这里的市委书记 要是爱华高科真的发达了 言外之意 万有才没说 但是谁都明白 万有才 随你怎么说 但是我警告你 爱华高科的股份 你要是敢转让出去 我肯定会让你坐牢 思佳仪再次警告 万有才道 万有才挥挥手 说道 大小姐 你别吓唬我了 我明白 这件事要是没你的同意 我绝不会转给任何人 行了吧 这就看你的眼光了 我告诉你 这个项目真的是很有前途 你再挺一挺 这时就会有曙光了 思佳仪悠悠地说道 万有才点点头 没说别的 看到思佳仪的母亲来了 万有才就告辞了 思佳仪的母亲知道 是万有才当时救了思佳仪 所以 抓住万有才的手 又说了好一会话 这才把万有才放走 这位万总还不错 还能隔三差五地来看看你 对了 这个万总有女朋友了吗 思佳仪的母亲问道 思佳仪对着他妈翻了个白眼 不吱声了 以前的时候 看到男生还要挑挑拣拣 但是现在的思佳仪母亲 看到个男人第一个想的 不是其他条件 唯一关心的是 人家有没有女朋友 恨价之心多么强烈 一看就知道了 签证终于办下来了 万有才决定带着杨风林 去加拿大建成功 出国之前 万有才再次来到了 左茶宇的茶楼 想问问他左建东的事 一直没有消息吗 万有才问道 左茶宇摇摇头 说道 从那天开始 就在没接到他的电话了 我很想和成功联系一下 问问到底是不是他做的 他怎么就这么狠心 我哥这些年 替他做了多少见不得光的事 他居然就 你先不要急 我这就去加拿大 应该很快就能知道消息了 如果是成功干的 我也会尽力把你哥给就出来 如果不是 我看就只能是等着了 万有才说道 等着 我这每天都等得是心神不宁 啥都干不成 还要我等着 左茶宇很无奈地说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目前也只能是这样了 要不然 我们怎么联系上你哥 你联系他了 手机还通吗 万有才问道 关机 一直都是关机 我打了无数遍 都是关机 你说 他会不会已经被人给害了 左茶宇问道 万有才摇摇头 看看他 伸手摸着他的脸 说道 我向你保证 如果你哥活着还好 如果真的是成功找人做的 我一定会让他为你哥偿命 国内不可能了 他也回不来 在国外这事 反而是好做得多 你放心 我保证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有了万有才的承诺 即便左茶宇知道 这只是个安慰的话 可是在他听起来 却倍加地感到欣慰 因为万有才 现在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 万有才的承诺 虽然只是个承诺 他却当真 嗯 谢谢你 我就知道 我没找错人 说完 拿起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 手机通了之后 说道 你进来吧 万有才一愣 问道 谁啊 什么事 左茶宇笑而不语 不一会 茶室外传来了敲门声 接着 门被打开 郭家端着茶盘进来 在门口脱掉鞋子 穿着丝袜的脚踏在踏踏米上 寂静无声地走了进来 刚过完年 生意也不好 其他人我没让他们过来 这店里就我们俩 你先喝茶吧 我去大堂里看看 左茶宇说完 起身出去了 万有才明白了 左茶宇话里有话 也明白她是什么意思了 不得不说 左茶宇是个聪明的女人 知道该怎样拴住万有才的心 也知道她好哪一口 看什么呢 没见过啊 郭家摆好了茶盏 一抬头 看到万有才看着自己那火辣辣的眼神 娇称道 见过倒是见过 只是今天的你和之前的你 又有些不同 显得比以前更有女人味道了 看来女人也是需要开发的 这话真的不错 万有才说道 胡说八道 一天到晚 没事就知道消遣我们是吧 郭家摆了万有才一眼 这个白眼都翻得风情万种 万有才一伸手 是以郭家坐过来 郭家欠了欠屁股 滑到了万有才的身边 许亮没事了吧 他们单位有没有出什么文件 万有才问道 没有 他局长那时没人再提了 新的局长还没正式确定下来 所以 他的事也没人管没人问 郭家说道 你放心吧 他的事我心里有数 一旦他们单位确定下来新的领导 我会去帮他找关系的 确定了的是 怎么能再改呢 再说了 他又没犯什么错误 要是上面的领导被抓了 领导提拔的人也跟着倒霉 那还不得抓多了 万有才说着 手就开始不老实了 开始时 他还半推半就的 要阻止他的手 但是过了一会 阻止却变成了引导 等我回来 再带你去一趟摇篮那里 他那里工具比较多 比较全 也能让你得到最好的发挥 万有才在他的耳边说道 何必去他那里 老板知道 你好这一口 把能买的都买了 就在那边的抽屉里放着呢 郭家有些气喘地说道 真的吗 万有才惊喜道 此时 被万有才扒得不剩什么东西的时候 左茶宇推门进来了 而郭家居然一动不动 还在配合着万有才的动作呢 当万有才和左茶宇 坐在小炕桌前喝茶时 旁边的郭家被拴好了绳子 在榻榻米上不断地爬行着 不时还发出渴求宠爱的声音 像是一只波斯猫一样 乐极容易生悲 万有才在茶楼和左茶宇 以及郭家玩乐时 绝对不会想到此时正有人要置他于死地 何事曲 你要知道 诬告 也是犯法的 你说的这件事早就有了结论 你现在又把这事掀出来 你有什么证据吗 刘震东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何事曲 问道 证据 当然有 我找到了一个证人 他可以证明我说的话 何事曲信誓旦旦地说道 好 就算是你有证据 那你也该去区分局报案 我这里是市局 你不去那里报案 你跑到我这里来 我还得把案子发回去 让他们调查 要是人人都把案子捅到市局来 我这里还干不干别的事了 刘震东抽了口烟 问道 刘局 我不是不想去区分局报案 但是现在区分局的局长安丰山是谁呀 那是万有才的铁哥们 俩个人好的 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我去那里报案 我不是找死吗 刘局 我恳请市局接受我的报案 查这个案子 你们要是不查 我也没办法 那我只能是去省里上访了 万有才把我家害得有多惨 您是知道的 我大哥自杀 我嫂子和侄子在美国不敢回来 我在刚才大市场的门头 被万有才霸占 这些 他还是我们村的村主任 我很想问问 我们的政府 就这么纵容这个黑社会吗 何事局在刘震东的办公室里 叫唤起来 你叫唤什么 这是什么地方 我又不聋 你瞎喊什么 怕人不知道你到这里来报案了是吧 刘震东问道 我是为自己和我家里人命不平 我就该这么倒霉吗 刘局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大哥积攒了不少好东西 光是古董就应该有不少 我承认 我大哥可能存在贪腐的行为 但是那些东西 不该被万有才一个人独占了吧 就算是不给我们家属 也该给国家吧 他凭什么独吞了 何事局问道 刘震东已在大班椅上 挥挥手 说道 行了吧你 你的证人呢 叫来了吗 我听听他怎么说的 就在门口呢 我去叫他来 刘震东挥挥手 出去叫人了 刘震东见他出去 拿起电话给安风山打了个电话 叫他到局里来见自己 过了一会 何事局带着一个老头走了进来 正是那天在古玩市场 为万有才和杨峰林 鉴定刘雍那副字的老板 刘局 这位是常老板 是开古玩店的 何事局介绍道 嗯 你说说吧 咋回事 刘震东说道 哦 是这么回事 说完 老头把那天经历的事 都给刘震东叙述了一遍 末了 刘震东看着这老头 说道 你的意思是 你见过那副字 那副字是卖给了何事恩 现在这个交万有才的 却拿着字想卖给你 所以 你就联系了这个姓何的 是 没错 我认的那副字 绝对是我卖给何事恩的 常老板说道 那怎么能证明你说的话 何事局 这还简单吗 这幅字是怎么到了万有才的手里 我大哥卖给他的 他买得起吗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把我大哥留下的东西摊没了 这是最可能的事了 何事局说道 哦 是这么回事 那 那副字现在哪里 刘震东问道 何事局摇摇头 说道 我不敢肯定 但是万有才一定知道在哪里 只要是搜搜他常住的地方 车里之类的 总能找到吧 行 这事我知道了 你们先回去吧 你这案子 我答应你立案了 市局负责调查 刘震东摆摆手 说道 真的 刘局 你不是敷衍我吧 何事局问道 这是什么屁话 我答应你了 怎么能说是敷衍呢 我说了调查 就肯定会调查 敷衍你干嘛 刘震东不耐烦地说道 何事局这才放心 然后带着常老板 离开了市局大楼 过了一会 安丰山来到了 刘震东的办公室 刘局 有啥事 请指示 安丰山也不客气 不带刘震东让座 自己坐下后 拿起刘震东的烟盒 抽了一只自己点上 进来的时候 看到何事局了吗 刘震东问道 何事局 没看到 怎么了 安丰山心里一紧 问道 刘震东已在大班椅上 仰望着天花边 问道 你说 万有才这个家伙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你和他比较熟 你对他真正了解吗 安丰山一听刘震东这么问 又想到刘震东刚刚提到的何事局 心里就有数了 肯定是何事局 又来找万有才的麻烦了 说不好 再说了 谁还能真的一眼就把别人看到底的 刘局 你能吗 反正我不能 安丰山说道 何事局刚刚走 又来告万有才 说了这一件事 刘震东把何事局的话 以及那个常老板的证词说了一遍 你怎么看这事 刘震东问道 这不是扯淡吗 凭这两人的证词 我们就去抓万有才吗 别说以前不好办 现在就更没有希望了 他现在是市委书记 私南下的贵人 对了 我还听说了一件事 市委书记的女儿 私家仪 你知道吗 安丰山问道 刘震东点点头 说道 当然知道 我跟着丁局时 时常和他见面 就是啊 私家仪在东部开发区搞了个公司 先是向万有才借了一千万 后来万有才又追加投资两千万 现在人家是合伙人 要是去调查万有才 私家仪会答应吗 还有李玉堂那里 可以说 现在要想找万有才的麻烦 我们真的要好好掂量一下 不然的话 处处是雷 安丰山说道 你的意思是 我们动不得他了 刘震东咒梅问道 不是动不得 是没有证据 我觉得吧 单凭这俩个人的胡扯淡 想要让万有才配合 很难 安丰山说道 他要是能配合 我还找你来干啥 这是你私下调查一下 给何氏渠一个交代 注意点他 别让他到处闹去 安丰山 我告诉你 我把这事交给你 是信任你 何氏渠都说了 你和万有才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你注意点 别让人说闲话 捣鼓啥 刘震东说道 好好 我调查他 没问题 那我调查完了 要是没事呢 安丰山问道 刘震东扔给安丰山一支烟 自己也点上一支 说道 我觉得吧 这是合适曲 也不能是自说自话 万有才现在是啥事理 他要是没有点证据 能这么和万有才死磕吗 所以 这是你还是好好查查 另外 和万有才拉开点距离 别到时候 人家说你袒护他 我们是执法部门 一旦被扣上了这样的帽子 再出去执法 还有人信我们吗 他现在一天到晚忙的和孙子似的 我上哪找他去 过春节我都没见过他 过了年连个电话都没有 对了 他现在在哪呢 我还得去了解一下 安丰山说道 打电话 问问 现在就打 刘震东指着安丰山说道 安丰山无奈 只能是掏出手机 给万有才打了电话 喂 我是安丰山 万总 你在哪呢 安丰山问道 我刚刚去了一趟海洋 刚刚回来 还没进城呢 怎么了 有事 晚上聚聚 万有才说道 此时的万有才 坐在塔塔米上 走什么亲戚 去找丁长生了 刚刚回来 他不是在老家里过年吗 我去找他有点事 顺便给他拜了个年 万有才说道 万有才说道 那挺好 那 我们晚上聚聚呗 我正好有事找你呢 安丰山说道 那好 晚上见 我现在开车呢 是去车多了 不和你打了 万有才说完就挂了电话 打完电话 刘震东和安丰山面面相去 电话从一开始就是免提 万有才刚刚说的话 他们都听到了 刘震东摸了一下自己的胡子 说道 你说这家伙 怎么这么能活动呢 怎么还活动到丁局那里去了 不行 我给丁局打个电话问问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安丰山摆摆手 说道 刘局 我看还是算了 你打个电话 就为了问问这事啊 你看现在万有才和丁先生这意思 他们到底想干啥 你能知道吗 丁先生会告诉你吗 你这么贸然问 丁先生说不定还想说 你什么意思 我和谁交往 还得告诉你吗 丁局不是那样的人 你少在这里挑拨 刘震东瞪了安丰山一眼 说道 刘局 我知道你和丁先生的关系不一般 但是丁先生做的是生意 我们是傻 我们吃的是公家饭 这不一样 你就能断定 丁先生和万有才之间 没有生意交易 他们指不定是交易了什么事呢 所以 这事 只能是以后旁敲侧击的问问 打个电话就为了问这事 不合适 安丰山再次说道 虽然嘴上不认同安丰山说的话 但是刘震东到底是没打这个电话 你要去哪 安丰山问道 加拿大 去看我女朋友 怀孕了 我得去看看吧 万有才说道 那个叫月春妮的吗 安丰山一脸的惊恶 问道 万有才点点头 说道 爱 没办法 让他做了不肯做 还不肯回来生 我这次去了去看看他 问问到底是咋想的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安丰山没告诉万有才和市区 又告他的事情 这是刘震东亲自告诫安丰山的 绝不能告诉万有才实情 否则 按照违反保密纪律处罚 一听说万有才要出国 安丰山有些紧张地问道 我去了顶多待上一周吧 国内这么多事 我还要去上学 走不开 所以只能是快去快回 能劝回来当然好了 劝不回来 只能是给钱吧 万有才说道 万有才说完 看了他一眼 问道 怎么我一说出国 你这么紧张干嘛 有事 没事 我能有啥事 我就是很惊讶 你这个时候出国 既然是想出国 去劝他回来 干嘛不在春节的时候去 你反正也不在家里过春节 春节期间去 还显得有人情味 这个时候去 我看悬 安丰山摇摇头 端起酒杯 总算是把自己的失态给圆过去了 嗯 你说的也是啊 但是现在没退路了 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到时候再说吧 万有才说道 什么时候的飞机 安丰山问道 明天下午 北京直飞多伦多 万有才说道 那好 一路平安 回来时 别忘了给我带点外国特产来 安丰山笑笑说道 第二天下午 安丰山看看墙上的表 已经三点多了 于是开车去了市局 此时刘震东正在接电话 是丁长生的电话 他摆摆手 是以安丰山先坐一会 好 丁局 我知道了 到时候再见吧 刘震东说完 挂了电话 你什么事 刘震东问道 万有才出国了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安丰山说道 出国了 什么时候走的 刘震东一愣 问道 联系不上了 我还是听他公司的人说的 这个家伙 昨晚和他一起喝酒 一点消息都没录出来 这是明显的不信任我呀 安丰山有些气急地说道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刘震东呼的一下站了起来 问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这是他真的没和我说 我还是今早联系不上他 问了他公司的人 才知道他出国去了加拿大了 安丰山说道 此时 万有才坐在飞机上 俯瞰着下面的田野 再看看窗外的白云 本来应该是很惬意的事 这个时候再来一杯咖啡 那就更好了 可是万有才却没有这么惬意 因为跟他来的不仅仅是杨风林 还有一个月嘉妮 她是谁 月嘉妮看着从一开始就跟着万有才 还殷勤地帮着万有才拿包的杨风林 问道 我的助理 万有才面无表情地说道 助理 万有才 你是在骗小孩子吗 你这是去找春妮和姐呢 还是想去把事情闹得更僵 你带她去 还有缓和的余地吗 月嘉妮小声说道 万有才笑笑 问道 难道说我带你去才有缓和的余地了 月春妮为啥和我翻的脸 你忘了 万有才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月嘉妮脸色一红 问道 万有才看看周围 头歪向月嘉妮一旁 在她的耳边小声问道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从你回国 你一直都在诱惑我 和我不止一次地发生关系 这些月春妮都不知道 要是知道了 恐怕藏起来我都找不到她吧 你想那样吗 月嘉妮文言 刚想反驳她 但是被她的一根手指堵在了嘴上 小声说道 虚 所以 你要想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 还有去我的公司工作 每年在我的公司里领取足够你花的钱 你就老老实实地替我说好话 多哄着点你妹妹 要不然 这些东西都会没有 月春妮彻底离开我的那一天 也是你滚蛋的那一天 明白吗 你 你太过分了 月嘉妮说道 不是我过分 是你过分 我告诉你 你别把自己当作是月春妮按在我身边的钉子 她要想知道我的事 你最好是报喜不报忧 减好的说 否则 你的钱就会慢慢减少 直到最后 一分钱都没有 所以 看在钱的份上 你也该替我说好话 再说了 我也没亏待你 每次都把你喂得饱饱的 做人呢 不要太贪心 说着 万有才的手在外套的掩护下 进入到了月嘉妮的腿中间 月嘉妮想躲 虽然是头等舱 但是座位能有多大 杨风林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看着月嘉妮的眼神渐渐迷离 脸色渐渐红韵 不由地摇头叹息 心里想 这个万有才啊 真是一刻都不省心 不知道师父看中了他哪一点 要是他当上了门主 门内的那些女人们 可就要遭殃了 谁能躲过他的魔爪 夜色渐浓 窗外已是漆黑一片 此时隐约还能见到飞机下城市的光亮 万有才先起身去了洗手间 紧跟着过去的 就是月嘉妮 二人在洗手间里 待了半个多小时才回来 回来的时候 月嘉妮步履蹒跚 看上去很疲惫的样子 而事实上也确实很疲惫 当她再次醒来时 飞机已经开始准备降落了 看来制止女人不停唠叨的方法不止一种 这也是一种方法 你看 一觉到现在 多好 万有才笑着对月嘉妮说道 月嘉妮恨恨地看着她 却不敢说半个不字 我们坐那辆车 出了机场 杨风林在旅客出口看了看 指着一辆车 说道 万有才不明所以 还以为她很懂这里的事情 就跟着过去了 车还不错 司机也殷勤地帮着把行李都放好了 万有才他们坐上车后 杨风林问了月嘉妮地址 直接要把他们都送到了月春你所住的房子去 别 我看还是算了吧 先去酒店再说 这样贸然去不好 万有才说道 于是 司机把他们又送到了酒店 殷勤地帮他们把行李都搬到了房间里 但是至始至终 万有才都没见到杨风林给人家钱 那个华人小伙 还是不错的 这车你是订好的 进了房间 万有才问跟过来的杨风林道 他也是门内人 是我们在这边的分支 所以 这点事是举手之劳 杨风林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说什么 你们 在这里的 是我们 你忘了你是谁了 杨风林问道 万有才依旧是很惊讶 说道 这太扯了吧 我们在这里也有人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在全世界都有人呗 也不是 有的地方也没有人 杨风林说道 哪里 南极就没有 杨风林翻了下一白眼 笑道 扯淡 不过这就好了 来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担心成功 这家伙不定性 我怕他在暗算我 那就惨了 所以我找你来 你能打是吧 到时候保护我没问题吧 万有才问道 杨风林看了看他 说道 你是个爷们吗 不说保护女人 还得指望女人保护你 是爷们 也得分在什么地方 在床上是爷们 但是打架不行 树叶有专攻吗 对了 让人送月嘉妮回去 别让他住这里了 省一个人的钱 万有才说道 这话直接让杨风林开眼了 万有才这么大一老板 居然心疼这点钱 无奈 出去找司机和月嘉妮去了 送他回去住 你回去再顺便 做做月春妮的工作 我明天去看你们 万有才说道 怎么 嫌我碍眼了 月嘉妮看看杨风林 再看看万有才 说道 不是这么回事 你去劝劝他 免得我去了见他时 再引起什么误会 他怀着运呢 万一出事 你我不都要后悔一辈子 万有才说道 月嘉妮见万有才这么说 才没有再争执 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万有才一直把他送到了楼下的车上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你好像很怕那个月春妮 杨风林一边帮着万有才收拾东西 问道 和你有什么关系 来的人就那个司机吗 这酒店里是不是也住着保护我们的人 万有才问道 杨风林看看他 问道 你就这么怕死吗 废话 我的好日子刚刚开始 我可不想现在就死 万有才说道 喂 我是万有才 我到多伦多了 什么时候见面 万有才给成功打了个电话 问道 你住哪家酒店 还是住在家里了 成功问道 我在酒店呢 你什么时候过来 万有才问道 不急 我再等一个消息 消息到了 我会联系你的 到时候再说 成功说道 我希望尽快见面 我在这里不会待很久 国内是很多 你在国内是没事了 我可忙着呢 万有才说道 你说这话 是想激怒我吗 告诉你 你不用这么做 我已经很愤怒了 管好自己的嘴 下一次再这么和我说话 我不敢保证你 还能带着自己的蛇回国 成功说完 愤怒地挂了电话 万有才看了看桌子上的电话 再看看杨风林 说道 我的蛇能不能跟我回国 就看你们的了 杨风林看看万有才 说道 虽然我们这边也有人 你也用不着到处树敌吧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还是来惹事的 万有才笑笑 起身去了洗手间 在飞机上和月加尼湖 天黑地地坐了一次 身上很不舒服 此时想着赶快洗个澡最好 坐在浴缸里 万有才舒服地躺在水里 但是忽然间 他想到了一件事 格锦山和王丽娃都警告过他 刚刚喝了七边汤 这一个月 是自己的小蝌蚪最活跃的时候 自己在上飞机之前 一直都是洁身自好 就连和佐察与郭家在一起时 自己都忍着了 但是到了飞机上 却没有忍住 居然和月加尼搞了一次 操 这是没有那么巧吧 万有才嘟嚷道 你要什么东西 杨风林推门进来了 看到万有才躺在水里 问道 万有才看看他 说道 你这么明目张胆地 占我便宜好吗 该看的都被你看光了 怎么着 还不想走 杨风林脸色一红 说道 我不是听到你说话吗 我以为你要什么东西呢 万有才白了他一眼 杨风林不得不退出了浴室 心里却在扑扑地跳得厉害 刚刚看到了万有才的全部 尤其是看到他的在水里的体量 没想到会那么大 其实他犯了一个视觉的错误 把一根筷子放到杯子里 细细的一根筷子 就会显得很粗 这是折射的道理 可是此刻的杨风林 却忘记了这个科学原理 在他的眼里 就是那么大 成功品着鲜血般的葡萄酒 不时地看一眼手机 终于 等到手机响起来的时候 他将酒杯放到了桌案上 接通手机 怎么样 成功问道 老板 抓到了 这家伙跑到了乌克兰 想要从陆路回国 好歹是抓到了 这里现在乱得很 死个百人是没人注意的 要不要 不 先等等 你们在那里等着 弄好网络 明天我兼万有才 这是个很好的筹码 必须要利用得当 成功说道 那好 老板 我明白了 此时 田桂如穿着睡衣从楼上下来 听到了成功的支言片语 睡眼惺忪地问道 你爸的事吗 怎么样了 妈 我爸的事 现在我是没办法了 该用的关系我都用了 就连文继君父子那里 我也联系了 但是 他们好像都放弃救我罢了 这样的人靠不住 所以 我再想 既然在行政上找不到关系了 我再找其他的关系 看看法官那里能不能有门路 要是能找到门路 哪怕是少攀一年 那也是好的 成功无奈地说道 法 法官 你现在又不能回国 我们上哪找这关系去 对了 那个杨成安怎么样了 他能帮上我们吗 田桂如说道 成功摇摇头 说道 国内的消息说 杨成安也被双规了 指望不上 我再找别的关系 这不 国内来人了 这个人要是利用得好 很可能会帮到我们 现在最关键的是 我爸的事 是我爸的事 不要牵连到我们 不要让中国那些反贪反腐的人 再揪住我们不放 一切事情到我爸那里就为止了 这是最好 不然的话 我们这辈子 不但是哪里也去不了 麻烦也会随之而来 我们这辈子 都难得安宁了 成功仰起头 看着天花板上垂下来的水晶灯 悠悠地说道 可是 这 这能行吗 他们能算完 要不然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吧 把这里先卖了 还是带着现金最重要 手里没钱可不行 田桂如说道 此时田桂如坐在成功的身边 摸着儿子的头 说道 有件事他一直没有说 也不忍说 从成功到加拿大来的这段时间 他在自己儿子的头上 发现了不少的白头发了 他知道 那是愁的 想想这些 当娘的心里能好受吗 更不要说自己老公还在看守所里待着呢 我明天去见这个人 到时候再说 行不行 明天见了面就知道了 成功抓住田桂如的手 在自己脸上 说道 妈 你不用担心 我们都有绿卡 在这里是受法律保护的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那些法律之外的事 啥 啥事啊 田桂如问道 成功笑笑 说道 没事 妈 有我呢 你放心吧 没事 月家捏到了门口 看到房子里有人影在来回走动 敲敲门 开门的是月桂兰 咦 你怎么回来了 就你自己回来的 月桂兰问道 不然还有谁 月家捏说道 那魂小子没来 月桂兰小声问道 来了 没敢来 在酒店里住着呢 让我先回来探探口风 要是她的情绪好点 就来见见 你再和她说说 别这么倔了 月家捏小声说道 姐 你怎么回来了 这都过完年了你 还来干啥 月春妮的肚子 都有些显怀了 想你啊 想爸妈啊 我回来了 月家捏大声招呼道 她父母也出来了 围住她问家里的情况 月桂兰也问了问李玉堂的情况 哎 我姑父在家里过得和狗差不多 都是万有 才时不时去看看它 这不 来的时候我才听说 征市长的位置没征上 在家里生闷气呢 月家捏说道 当不上就当不上吧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我有时间打个电话说说她 月桂兰说道 月家捏和她父母说了一会话后 被月桂兰叫去厨房帮忙了 万有才来 这干啥来了 你和春妮打过招呼了吗 月桂兰问道 我哪敢呢 我这不是回来问问你们 该咋办 到底要不要她见见春妮 还是你我 谁给春妮说一声 要不她大老远来了 也不能不见一面 就走吧 那不是越闹越僵了 万有才那个混蛋 是真的不缺女人 所以 我觉得春妮应该是借坡下驴 别再倔了 月家捏说道 月桂兰摇摇头 说道 爱 我看难 对了 你爸妈嚷着要回去呢 机票都买好了 你是要一起回去吗 待够了 这里人生地不熟 连个熟人都没有 整天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在家里转悠 能不烦吗 你还是把他们带回去 春妮这里我照顾着就行 月桂兰说道 机票都买好了 啥时候的 月家捏问道 嗯 应该是两天后吧 你带他们走了也好 万有才能过来和春妮好好聊聊 现在家里这么多人 万有才怎么来 来了怎么说 你爸妈还不得把它撕了 月桂兰说道 我这刚刚来了 又要走啊 我还想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呢 月家捏说道 随你 我只是说说 要不然你把他们送飞机上就不管了 他们反正也能自己回得去 月桂兰说道 我再想想吧 月家捏说道 第二天一大早 万有才接到了成功的电话 约着今天见面 地点就是万有才住的酒店里 万有才接了电话就开始起床 给隔壁的杨风林打电话 让他也起来准备一下 不过 等到成功来了 万有才才发现 是他一个人 他进门时 万有才还朝他的身后看了看 问道 你一个人来的 我又不是来打架的 来这么多人干嘛 成功面无表情地问道 然后 不带万有才让他 自己就坐在了沙发上 杨风林为俩人倒了咖啡 然后站在万有才的身后 成功比出国之前老了很多 至少在精神上是这样 没想到 我们能在一国他乡见面吧 成功笑笑 将手机掏出来 放在桌子上 万有才趁他不注意 伸手拿了过来 递给了身后的杨风林 成功笑笑 说道 你放心 我不会录音录像的 在这里和你见面 只有你我 还有他知道 对外任何人知道了 对你我都没好处 不过呢 我叫你来 是带着很大诚意的 还有 当面向你致谢 致谢 你还会谢谢我 万有才冷笑道 对啊 谢谢你 无论怎么说 你把我送到了湖州 我才能在湖州脱身 一路向东 然后从海边坐渔船出发 踩到了韩国 然后辗转来到了加拿大 要不是你及时把我送到了湖州 我也不能脱身这么快 成功笑盈盈地说道 这也是万有才一直担心和纳闷的事情 看来果真是如此啊 那天自己在医院的后门街的人果然是他 但是此时万有才在后悔 都来不及了 虽然成功说 没有录音设备了 可是谁知道 除了这部手机 是不是还有别的 于是 他没吱声 回头看了一眼杨风林 杨风林会议 立刻回卧室的箱子里 拿出来一样东西 递给了万有才 万有才打开之后 放在了桌子上 对面的成功 立刻压了一声 忙不迟迭地 从自己的耳朵里 掏出来了一个微型的接收器 看来 他不是没有其他的防备 也不是一个人来的 万有才拿出来的电子干扰器 瞬间产生的干扰信号声 差点把它给弄聋了 这个电子干扰器 能使这间房子里的一切电子设备 瞬间失灵 没有了电子信号 所以 基本上什么都是废物 成功 我万里迢迢地来见你 我还以为你有多坦荡 会和我坦诚地交流 至少我觉得 我们还有很多事 可以交流看法呢 没想到你这么不坦诚 那也好 你走吧 咱们没什么 可谈的了 万有才冷冷地说道 这个电子干扰器 是人设局的局长 侯震帮送给万有才的 所以 这次是真的派上用场了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搜身的 这就很好 无论你带着什么电子设备 瞬间失灵 成功捂着还在嗡嗡响的耳朵 恶狠狠地瞪了万有才一眼 说道 我没有想对你怎么样 但是我也得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一下吧 我哪知道 你是不是带着别人来抓我的 我吃饱了撑的 成功 这么说吧 你愿意谈 咱就谈 不愿意谈 咱就算了 我把那两个女人接走 你爱怎么样随你 万有才说道 万有才说完这番话 看着成功 过了一会 成功抠了抠耳朵 说道 万有才 你行 看来你这么快就混到这个地步 也不完全是走了狗屎运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你少废话吧 我忙着呢 没时间听你在这里瞎看 该说什么说什么吧 万有才说道 成功看了一眼杨风林 说道 我不知道这娘们和你什么关系 但是接下来我想说的是 我想和你单独说 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包括他 万有才看了一眼杨风林 示意他出去等着 但是杨风林却走向了成功 说道 站起来 成功愣神的功夫 被杨风林一下子从沙发上拉了起来 上上下下搜了一遍 杨风林回头对万有才说道 没有武器 我就在门外等着 有什么事叫我 说完 杨风林出去把门了 成功愣了一下 重新坐回了沙发 说道 行啊 万有才 还找这么个保镖来 嗯 比我那俩的家伙强多了 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 结果怎么样 死了一个 不过另外一个吗 还算是幸运 对了 他最近也有些收获 你要不要看看他的成果 什么意思 万有才不解地问道 你把这玩意关了 否则没信号 你放心 除了这个耳机 我身上再没有其他的电子设备了 成功说道 万有才拿起那个电子干扰器关掉 而成功则是拿起了他的手机 拨通了出去 不一会 对方就有回应了 是微信的视频聊天 喂 看得到我吗 成功问道 老板 看得到 很清晰 声音也很清晰 信号很好 那好 把你抓到的那家伙带过来 和我视频一下 这里有个买家 看看他能出什么价钱 如果价钱合适 我们就卖了 如果价钱不合适 你找个地方买了就是 成功说道 是 老板 万有才有种不妙的感觉 但是却无可奈何 眼看着成功在操作手机 他没吱声 在自己没把握的情况下 自己还是少吱声 免得被他录音录像 然后再威胁自己 不一会 那边又有了新的动静 老板 人带来了 此时成功操作了一下手机 然后把手机递向了万有才 万有才接过来一看 我靠 左建东 居然是左建东 虽然被打得和猪头似的 可是他依然能认出来是左建东 救我 万有才 救我 左建东被人抓着头发 但是他看到手里的人是万有才 还是发出了求救的声音 妈的 老十点 不让你说话 就别说话 明白没 就在左建东和万有才被迫视频时 被人一巴掌打在了脸上 万有才没吱声 坐在沙发上动都没动 直接把手机扔向了成功 那意思是还给他 成功微笑了一下 关掉了视频聊天 又操作了几下之后 放回了桌子 说吧 你想干嘛 万有才问道 让你万里迢迢地来一趟不容易 我们最好是好好谈一谈 把我们能合作的事都定下来 说不定左建东还能活命呢 你要是不同意 可以现在就走 但是左建东肯定是见不到明天早晨的太阳了 现在乌克兰的太阳应该还没有升起 他的生死就握在你的手里了 成功说道 他的生死握在我的手里 他的生死与我何干呢 万有才微笑着说道 成功微笑着 没说话 你想用左建东威胁我 你不觉得这是有点离谱吗 我和他非亲非故 我会为了他把自己搭进去 万有才问道 成功摇摇头 说道 你这么说 就太不仗义了 成功的话没说完 万有才的手机响了 万有才低头一看 是左茶余打来的 万有才一愣 看向成功 不好意思 我刚刚把左建东的惨样给他发了个截图 他第一时间想起的还是你 他既然这么信任你 你说左建东的死活和你无关 这可能吗 成功微笑着问道 万有才不得不接这个电话 因为他现在真的是很被动 也需要时间来考虑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能让成功牵着鼻子走 喂 起这么早 万有才问道 万有才 救救我哥 刚刚成功给我发了图片 我知道 我在想办法 我现在正在和他谈 你不用急 等谈完了我告诉你结果 好吧 安心等着 等我谈完了 再和你联系 万有才 万有才说道 好 谢谢你 万有才 你一定把我哥就回来 只要是 他能回来 我这辈子 就是给你当牛做马 我都认了 左茶宇说道 我知道 待会再说 我现在正在和成功谈呢 嗯 你小心点 他不是人 左茶宇说道 好 我知道 挂了 说完 万有才挂了电话 重新打开了电子干扰器 自己刚刚真是大意了 被他发了这么一张 左建东惨样的图片 如果没发 左茶宇怎么会知道 左建东现在的处境 自己完全可以不顾 左建东的死活 那样 自己和成功谈 也不用顾忌太多 但是现在 就不得不考虑 左建东的死活了 不然的话 左茶宇会恨死自己 此时此刻的左茶宇 万有才估计 他现在早已失去了理智 恐怕是什么条件 都会答应了 只要是左建东能回去 左建东非死不可是吧 万有才问道 那也未必 还是那句话 左建东的死活在你手里 就看你的选择了 你想让他生 他肯定活着 成功没说完 就被万有才打断了 成功 别胡扯淡了 你以为我是小孩吗 左建东知道你那么多的秘密 你会让他继续活着 左建东去乌克兰 是想回国吗 如果是 那他回国后 对你可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不信你会让他活着回去 即便是他不回去 国内的那些人 早晚也会找到他 所以 无论何时 只要是他回去 对你都是不利的 我真的不信 你会放了他 万有才说道 我说了 那就看咱们的合作 是不是顺利了 如果咱们的合作顺利 左建东可以活 我保证不会杀他 成功说道 万有才看着成功 愣了一会 说道 看来你准备这一天很久了吧 你和我做交易 合作 怕是会让你失望 我没有多大的本事 恐怕帮不了你 成功盯着万有才 过了一会 才说道 左茶宇对你死心塌地 要是左建东死了 左茶宇会恨你入骨 除非你 对他没有那意思了 再说了 你不和我合作 我可能会告诉刘震东 我是怎么逃出来的 你把我送到了湖州这时 他们也会知道 到时候 你怎么解释 万有才心里那个恼火 自己这次 是彻底被唐国刚 那个混蛋给坑了 而且还坑得这么惨 此时再想说 别的都不管用了 唐国刚已经死了 难道回去找谭领雨算账 你想和我合作什么事 万有才问道 我们能合作的是很多 只要价钱合适 我甚至可以委托 你把我国内的那一滩街管起来 怎么样 我够大方吧 成功说道 哈哈哈哈 万有才听了大笑起来 最后笑的眼泪都出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